大家好,我是Chusha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曼聯中尉伊雲斯在歐國杯外圍賽的賽前採訪中表示 在回歸曼聯前,連續的傷病曾令他在今年夏天考慮過退役 在遭遇小組傷勢侵襲後,上季結束後,伊雲斯離開里斯特城 隨後他上一家球會曼聯向他拋出橄欖枝 不過伊雲斯曾有過在夏天想退役的念頭 在北愛爾蘭對陣斯洛文尼亞的歐國杯外圍賽賽前 伊雲斯在接受採訪時就這樣說 他說在去年他自己經歷了這個階段 開始想是不是時候要來到他職業生涯的終點 他不能克服傷病的影響 每當他相遇回歸後,又會再跌倒 周圍很多人都對他說,說他根本做不到 但自己必須證明給自己看 所以他覺得自己已經做到這一點 而他在訓練上用了很多時間 克服了很多困難 踢了很多場比賽 每場踢完之後,你都會想還有下一場 有時候自己是必須抗議這一點 他很高興能夠經歷這個過程 他覺得現在自己的狀態很好 喜歡這條片的話,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,BYE BYE!